章鱼哥,一个神奇的种族,以烂闻名 他们与星际里的五十块的好兄弟,红颈当中的动员兵,还有战锤四万里的帝国大头兵,合成四大天王 UP做视频,尤其喜欢借人伤疤,群友们的辱章鱼段子也是层出不穷 不过,如果你认为本期视频是来辱章鱼哥的,那你就大作特作了 本期视频UP主将带领大家见识一个不一样的章鱼哥 他只有十点的攻击力,还有一百点的生命值 拜托,你真的好弱耶 由于他的攻击力非常低,所以说他拥有一个加强版的蝗虫群技能 他的冷却时间非常短,可以对敌方造成九十点的伤害 对付橙群的敌人非常有用 既然他只有一百点的生命值,那么他必然会有一个法力护盾 开启法力护盾本身是不需要消耗魔法值的 每消耗一点魔法值,可以抵挡两点的伤害 所为时尚最具天赋的章鱼法师 那么他的沉默技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他还拥有一个被动技能,叫做无尽的恐惧 众所周知,章鱼哥是个非常可怕的生物 这个技能不仅可以减少周围敌军的攻击速度 还有移动速度,并且章鱼哥的攻击 还会附带三十点每秒的毒性伤害 这个穿刺的伤害比一般的穿刺要高一些 没什么好说的 另外章鱼哥拥有一个闪现技能 这么著名的法师当然不会自己行走了 他们的移动都是靠闪现的 章鱼哥的这个大招叫做千军万马 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召唤出大量的小型章鱼哥参与战斗 在九秒钟之后,章鱼哥就会全部阵亡 化成一潭血水,场面极其血腥 现在我们来展示一下章鱼哥的这些技能 我们还是用他来挑战一个多头蛇 在正式的开始对战之前 请大家把章鱼哥永远的神打在公平上 章鱼哥的沉默技能不仅范围比较大 并且对所有敌人的持续时间都是20秒 这里先说明一句 这个章鱼哥的各项数值都是偏高的 也就是说在正式的战斗力排名测试的时候 他是要进行进一步的削弱的 为什么在本期视频中他要做的稍微强一点呢 这不是为了照顾章鱼哥的情绪吗 UP这么用心良苦难道不应该给个三连吗 你别看这个章鱼哥对抗一个多头蛇 好像很吃力的样子 大家千万不要被他这略现拉胯的外表所欺骗了 真正的章鱼哥的实力你们永远也猜不到 章鱼哥勉强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真的是十分的勉强 第二局由章鱼哥对战12名洛丹伦队长 众所周知这个时尚对厉害的章鱼哥是非常适合打团的 他召唤的这一群章鱼小弟可以有效的拖延敌人进攻的脚步 而章鱼哥的闪线技能在对付成群的进战单位时也是效果拔群 这个闪线技能的妙用源不止这么些 我们会在稍后的视频中提到 毕竟是一个适合打团的单位 所以说赢得这场对决还是比较轻松的 第三局安排大螃蟹与章鱼哥进行对决 为什么要安排这样的对决呢 是因为我想让大家看一个十分夸张的动态效果 由于这个大螃蟹本体是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他给强行放大之后 你再对他使用穿刺技能 这个穿刺就会非常的巨大 这位螃蟹兄弟除了在自己的视频中非常威风之外 在其他视频中都是挨打的份 不得不说这个第一次实在是太夸张了 不过这么看上去确实是挺享受的 章鱼哥再次非常勉强的赢得了胜利 他打谁都是赢得很勉强 既然这个章鱼哥这么嚣张 我们就让狂奔的魔宝龙亲自来上阵 由于一开始就给魔宝龙放置了沉默魔法 所以说魔宝龙在对抗成群的小章鱼哥的时候 并不可以释放技能 于是在长达9秒的护殴之后 这个魔宝龙的血就不多了 这个章鱼哥的技能还有设计都是脑洞挺大的 并且章鱼哥强得过分 打一个魔宝龙 打一个大螃蟹 你可能体会不到这个章鱼哥究竟有多恐怖 尽管他打谁都是看上去55K的样子 但是你不可否认这个章鱼哥实在是很强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激动人心的对决 章鱼哥能否干掉三名地狱火呢 其实按照常理来想的话 章鱼哥是一个司法单位 而地狱火恰恰又是魔免单位 让一个法师去对付三个魔免单位 这完全就没得打呀 其实你完全错了 章鱼哥会用实力证明 他可以干掉这三个地狱火 并且他还会狠狠地将一直悬挂在章鱼哥一族头上的 鼓神病夫的称号给狠狠地替碎 现在知道章鱼哥的闪现技能究竟有多强了吧 由于我所有的视频当中的测试 都是尽可能地还原AI的多战水平 看样子章鱼哥要赢了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那么随着本期视频的结束 11集的10个怪物已经全部做完了 但是11集的怪物宇宙远远没有抵达终点 我会在之后的视频中对他们进行三步走的测试 对这10个单位进行彻底的最终排名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朋友们